因为在我本头了解里面 看了这么多的佛像 那个念头打不吞掉的 就是原始的佛教 是无神教 在释迦牟尼时代的佛教 是没有那么多的神的 所以我们除非不重视佛教史 如果重视佛教历史 我们必须承认 佛教是一个无神的宗教 可是从无神的宗教 到有神的宗教 到这 哀哀哀哀